大家看看我的背後是不是很漂亮 哪裡呢 上海 站在正中 我會站一個晚上 眼睛都不會閒著 好多風險 這地方是我夢寐以求 然後在這輩子沒有真正的到上海來玩過 來看過 今天我們也請到了一個當地的一個地頭 Coco 歡迎Kennie來到我們上海 那上海呢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海的CBD 我們的上海外灘 CBD中心階段 就是我們的外灘 那外灘全長有1.5千米 OK 就是1.5公里的意思 對1.5公里 1.5千米 一個意思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我們背後 就是萬眾舉目的陸家嘴 我們可以看到 東方明珠 在我們的天氣預報上顯示上海的時候 都會有東方明珠 也是近30年來見證了上海發展和改變 你看到現在這個右手邊 就是兩邊是完全不一樣 現代化建築物 這個呢都是 全部都是十里揚長 是我們當年 1840年鴉片戰爭 然後到1842年南京條約牽列 近100年200年的這樣的歷史 站在正方 在一個晚上都不會 眼睛都不會閒著 因為有不同的東西 好多風景 看江邊的風景 一直都有不停的遊船 對 這個都是夜遊 剛剛在前面的話 非常有名的一個建築物 就是我們所代理的保險公司 之前叫AIG 在這邊叫AIA 實際上大家可能不知道 AIG這個全世界的美國的保險 實際上它的發源地就在外灘 就是AI那個美容 它的第一張保單在這裡賣出去了 哦 全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的AIG 它的發源地居然是在上海 竟然就在上海 哇 哇 當年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說還要動進腦子 說帶哪裡去逛逛街 或者培養那個情緒 他說這地方什麼都不用做 你只要往上一站 這種感覺就來了 對 來在這裡 然後手牽著手走在外灘 風一吹 然後欣賞著這樣子好的風光 這樣子好的業績 自然而然 這個戀愛的多巴胺就產生了 好的 肯定我們現在時間也不早了 那這樣子 明天早晨一大早 我們去體驗一下 上海當地的一些小吃早餐 好不好 沒關係 我讓我自己走一走 那麼美的風景 好好看一看 真的是浪費 好的 好的 你回去休息 我自己走了 既然我們已經來到了上海 那也要來體驗一下 我們上海人他們一天的生活是怎麼回事 是的 所以我們先一早 先到了我背後的人民公園 人民廣場這地方 來做做運動 看看我的廣場舞是不是也能跟得上 然後連在唱歌 我是不是也能跟得上 走 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好對 看看上海人一天的生活怎麼過的 一大早來了就是我們來這裡活動 活動進步 是一個公園 是一個修身養性的地方 但是現在呢您知道嗎 這個有一個新的文化就是 您看到這旁邊擺滿了這些 徵婚的牌子 徵婚的牌子 對 我剛剛自己看了一眼的 他只要不寫年紀的話 我全部合格 那才不寫前紀 我真的 身高我有嘛 學歷我有嘛 這個這個 要上海的房子和車子 有好幾棟啊 好這個就是上海的鄉親角文化 現在就大家 上海的這樣城市 隨著節奏快速的發展 大家很多都忙於工作 大齡的單身的女性 或者是男性 就會把自己的信息 放在這個仙圈角這裡 對我來講 這沒轍了吧 沒有機會了肯定 我女兒也嫁掉了 也沒有什麼擺麥 你看到這裡 看這裡 這是一種運動 這種運動就是 你看 這裡運動 這個就是 我以前也是不理解 就是大家早上一大早出來 撞樹 我也來 你也來一下 嘗試一下 好的 我也來 對不起 對 活動筋骨 這個意義是什麼呢 這也就是一種運動 自己擔任的運動 甩手 甩手 撞樹 我們叫它撞樹運動 太可愛了 有本事就拿個榴槤的殼來撞 嘩嘩嘩嘩 真的 我們這個Coco 這不是個好人 為什麼 我在這邊做運動 還沒流汗呢 他就說走走走走 帶我要去吃上海有名的小籠包 現在排的這個是家家湯幫 這家店可有歷史了 它創辦年間是1986年 到現在已經有近50年的歷史了 它每次就現包現真 然後一籠出來之後 要再等9分鐘才能出來下一籠 這個就是我們上海非常有名的這個湯包文化 湯包你看 我來操作一下 我們的上海湯包的湯汁在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沾一點這個是我們的生薑 然後沾一點吃 你看看它的湯汁好多 天天的龍蝦跟牛排 怎麼吃還是回到了中國的胃 還是中國東西好吃 那個蝦仁咬在嘴巴裡面是Q彈Q彈的 因為它這個地方它的 非常細鹹 宣傳就是現包現真才好吃 到上海來光光的話 還是推薦你吃這個 這個叫什麼蟹黃的 蟹黃包 蟹黃包 或者是這個蝦餡包 蝦餡包 這個真的好吃 你要知道 我為什麼一定要點這個小混沌 因為這邊的小混沌我知道一定好吃 而且呢因為它的皮很薄 那早上起來 那就是燒餅油條之外 那就是比較有名的就是吃小籠包 然後吃這個小混沌 小混沌 看到了小混沌上面的蛋皮蛋花 就想到了當年小的時候就吃了零豹金 所以這個也是挨石的味道 對 我想說這次來有點像是排酒跟巡根之旅 巡根之旅 對 晚風吹一吹 感受一下上海的氣息 談內海都不能花錢 就把人往網上一帶 這裡都是免費的 霍好 сним 喝出來要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